我们今天天天想极乐世界 天天想阿弥陀佛 我们的无名妄想就变现西方极乐世界 就变现阿弥陀佛 想什么就变什么 所以一切万法是从想象而变现出来的 没有一法是例外的 方法解释 我们想善就变善的境界 顾佛的净土 顾天的落土 善意变现 我们想悟 或是贪嗔吃满 尊人利益 想窝呢 就变窝的故土 善窝道啊 六道轮回 祝福进出 决定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做主宰 没有 都是自己变现 看你用的什么心 你变幻的是什么一个境界 祝福菩萨心地清净 妄想分别指责都无 所以献出来是极清净的过度 他妄念确实没有了 十法界都还待望 自圣法界虽然清净 妄没有断干净 还是待妄变现出来 我们今天讲待业往生 那不就是待着妄变现出来的净土吗 我们自己不会缘 也不会缘 我们的心力还差不到 有许多障碍的 不能够偷破 不能克服 心不能算很清净 但是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心 激合起来 托他的福 他清净 我们虽然不清净 占了他清净的光 分到弥陀过度 是这么会死去 你把这个道理俗识搞清楚了 你对于往生净土就不怀疑了